冰州首长曹关友昨天晚上在一场活动上爆料 说12月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再是冰州首长了 难道冰城火箭的逼宫大戏 曹首长还是躲不过了吗 别急别急 原来这不是什么行动党内的逼宫 而是隔壁的击打大臣沙努西又有新搞作 派出历史研究团队前往多个国家 要极力证明 冰城就是属于击打的 所以曹关友才会开玩笑说 自己要从州首长降级变成县长了 沙努西是在去年发表 《槟城属于击打的言论》 一度掀起热烈讨论 那没想到一年之后 沙努西还是心心念念 没有忘记要让槟城回归的心愿 过去都在运筹引破 沙努西昨天主持了击打州行政议会之后 对于槟城属于击打的课题 做出回忆说 击打州政府的历史研究团队 已经前往多个国家 如英国、荷兰、泰国和印尼的图书馆 以及历史档案馆收集资料 据了解 已经收集了2万份相关资料 预计会在今年12月完成报告 他强调 这些研究可不是随随便便进行的哦 这是参考英国图书馆和历史档案馆的历史文件 他说 自己也参院了一些相关文件 但基于研究还在进行中 所以没有办法透露更多详情 那一旦报告完成之后 州政府将会讨论下一步的动向 对于莫名被卷入 沙努西版的 大吉达版图 滨州首长曹关友促起沙努西 接受槟城是一个独立州属的事实 强调滨城的地位 是受到宪法保障的 而为了业余沙努西 才有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 曹关友调侃说 等到沙努西研究团队的报告出炉之后 自己的滨州首长地位就保不住了 只能够成为吉达州的其中一位县长 曹关友还说 他不否认滨城曾经是吉达的一部分 但他也提醒 滨城和吉达也曾经是泰国的一部分 难道现在也要回归泰国了吗 对于沙努西单方面认为 滨城属于吉达的质念 于是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 喜欢这些影片 可以按赞并分享出去 不要记得持续关注 热点火索 一起跟进更多国内外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